是的,你们新店的海豚23款正式上市了 本来小时等价格出炉之后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图 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消息一个还挺灵通的一直催我 那给大家讲一下吧 从今天凌晨开始呢 海豚就已经在官方的APP中下架了 预计会在早上大概10点左右吧重新上架 简单和大家聊一下已知和未知的一些信息啊 帮大家理解一下 先说一下这次23款的升级啊 首先增加了三个全新的外观配色 分别是知识黄、玉尼紫和黑灰的双拼色 知识黄大家应该都见过了 已经有不少人提车了 后面两个配色呢是全新刚上的 黑灰的这个双拼色是比较适合于男性的 配置方面呢 全系标配了实时胎压检测 标准驾驶模式 主架六项电动调节 后排阅读灯 全景影像 电动后雨刮 相当于是拉高了整体的一个配置下限 已经没有那种很gad的版本了 同时呢也升级了几个配置 比如说全新的这个拼色轮毂 前排座椅加热 后排日镜电动折叠 后排的四六放倒 四门玻璃的一件升降防甲 前驻车雷达 副驾驶的四项电动调节 后排中央扶手背拖 以及安全带的提醒 说完已知的 我们再来猜几个位置的 首先除了这些配置以外 还会不会有其他的配置升级呢 前段时间我们知道 谢老板拍到了海豚的四连杆版本 当时我们一致猜想 这就是二三款的一个 全新升级的海豚版本 但是这次在配置的升级中 并没有明确的提到这个 那要么就是全系标配 但是官方并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的宣传点 要么就是这个四连杆 其实是专供于赛道版的 所以说这次二三款 可能是没有这个的 这个还暂时是未知的 那这就直接引出了第二个关键的问题 价格 咱们来理一个逻辑 比亚迪是做过涨价预告的 是2000到6000块钱 纯件车型基本就是6000块钱 那如果说海豚在涨价幅度在6000以下 那我觉得大概率是没有必要 在这个时候推出一个新的版本的 直接放在二三年 然后涨价换新就可以了 所以说理论上 这个幅度应该是会大于6000的 那问题来了 这波涨价到底值不值呢 我来教你怎么计算 首先你需要考虑到这个纯件补贴的那一部分 真的涨价的额度 就是相当于最终的价格减去6000块钱 得出的这个数字 再去匹配上面涨到的一些配置 如果说这个数字大于4000了 那我觉得就不太值了 但是如果小于2000甚至更低 那我觉得是比较OK的 当然了最终的这个 也要看他是不是换了四连杆 如果换了的话 那这个价格的标准 咱们就另当别论了 好在这个谜题啊 不会让大家等太久了 可能很多人睡醒刷到我视频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答案了 好了就这样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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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